今天我们来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模型 Cosmos 这个模型来源于英伟达 为什么说这个模型非常的有意思 或者非常的重要 你注意 我这把他的一些介绍都翻译了一下 它是给开发人员提供的 而且被称之为叫世界基础模型平台 那么它的目的是什么 是更好更快的构建物理AI系统 因为我们都知道 现实世界当中跟物理是紧密相关的 比方说匀速运动 比方说一个皮球的弹跳 比方说一些流体的运动 我们在做很多工业产品 比方你做飞机 你就需要模拟流体的一些力学 让飞机它的飞行阻力更小 飞得更快 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东西 所以说如果我们需要在虚拟世界里边 非常好的来完成这样的设计 因为虚拟世界是可以缩小 时间和空间的对吧 所以说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物理模型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这个模型是非常的有价值的 我觉得这也就是这个模型 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关于Cosmos这个模型 其实还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其中跟它相关的一个关键字叫做偷 就是版权问题 因为它用了大量的视频 这个视频有多少呢 其实我没有办法从现在的文献当中看到它一共用了多少视频 但是从一些小道消息和绯闻的传播呢 我们可以大概有一个概念 它不断的去抓取youtube上的视频 包括奈飞的一些视频 那这个抓取的量有多大的 它每天的这个视频抓取时长的大概是80年 那就是说它每天抓取视频的这个量呢 就相当于一个人看一辈子这个视频 所以说呢 这个数据集是非常大的 虽然我们有最准确的数字 从这个方向上来讲呢 你会发现这个模型呢 应该是有比较好的一个表现能力的 它到底能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这个效果 这个呢 我们待会去测试 大家来看一下是不是符合你的预期 另外呢 你要注意 它为了迎合各种各样的这种应用场景呢 提供了各种型号的模型 其中呢 大致有两类啊 第一个我们叫做Text to Word 也就是从文本到视频的这样的生成 第二个叫做Value to Word Value to Word呢 其实是有一个原视频再加上我们的文本 其实你可以认为是视频到视频这样的一种生成 所以说呢 类别大概有这样两种 大小呢 也不太一样 那我们有7B的 有14B的 那么这个参数呢 也是不太一样的 那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呢 去选择你到底使用哪个模型 那这个模型呢 目前主要应用领域呢 有这么几种啊 第一种呢 就是机器人领域 那我们需要模拟机器人的行走啊 它的一些更加符合现实世界的一些行为 那所以说呢 在这个层面上来讲呢 这个模型是比较有价值的 第二个呢 就是自动驾驶 因为在自动驾驶领域呢 有一些非常灾害性的场景 没有办法在现实当中模拟 那比方说我们想让汽车 学会车祸 应该怎么去避免 那你不可能在现实世界当中去模拟车祸 这个东西成本太高了 所以说我们肯定是在虚拟世界去模拟 那就是靠视频来教会这个人工智能的模型 怎么去处理这种突发的世界 包括极端的天气 我们在现实世界当中可能也很难去模拟出来 所以说在自动驾驶领域呢 这个模型的应用价值呢 也非常高 另外的话呢 它还是一个平台啊 可以和英伟达现有的这个员域啊 这样的平台系统和对接 模拟更好的一些现实的场景 包括工业设计的场景 那大概的应用场景呢就这些 现在呢像小鹏这样的公司呢 可能已经在用了 业界的发展的形态呢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下边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怎么去用啊 如果你去用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Confi UI上呢 有这样的一个帖子 虽然这个帖子呢 关注的人不是特别多啊 他也没有正式的博客出来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啊 这个标题就非常有意思 它是关于英伟达的Cosmos模型的一个测试的工作流 那就是后续 Confi UI的官方肯定会支持这个东西 那目前呢 它其实基本测试已经通过了 我们大致可以看一下 我把它翻译一下 那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需要下载的东西呢 也比较多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文本编码器 这个就是一个T5的编码器 但是你要注意啊 这个T5编码器和我们在Flex 或者其他的一些图声视频或者文声视频里边的 T5的编码器还是不一样的 因为呢 这个是1.0的 而Flex当中用的是1.1的 所以说这个必须单独的去下载 另外的话呢 我们需要下载这个V1的编码器 那同样呢 我们需要下载对应的这个主模型 这个主模型的话呢 你下载PT格式的就可以了 下面呢 我们就看一下怎么去弄啊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部分 当我们点开这个链接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文件夹 一个叫做Text Encoder 另外一个叫VE 一个就是我们的文本编码器 另外就是VE啊 那我们点开之后呢 那你会发现有FP16的 也有FP8的 下FP8的就可以了 FP16的还是有点大 另外就是VE 这个非常小 然后你注意啊 放在哪儿 我们的T5编码器呢 是要放在我们的Text Encoder里边 而我们的VE呢 是放在我们这个VE里边 这个别放错了 另外的话呢 就是大家可以下载对应的这个主模型 那我们点开 它报部脸上的这个页面的话呢 你会发现有两个模型可以下载啊 一个呢是7B的 一个是14B的 大小不一样 整个差了一倍啊 那我们建议大家还是下载这个7B的 下载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放在Models里边的Defulsion Models 下边非常重要的一个操作 就是一定要把你的Confi 更新到最新版 然后呢 我们可以下载这个工作流 下载的方式 你通过这儿可能很难去下载啊 你可以点一下这个肉 然后把整个的这个给的拷贝过来 存成一个Json文件 然后加载到你的Confi UI里边 就可以了 好下边我们看一下它工作流的表现 那现在看到的呢 是它最原始的这个工作流 在这个工作流里边 你注意啊 我得到的效果并不是非常的好 你通过这个视频可能也看不出来什么 对吧 那原因在哪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呢 这个是我们的T5的编码器 这个呢 是我们7B的那个模型 然后下边 这个是VE 这就是我们下载的这三个模型 它有正向提示词和反向提示词 这个就跟它这个视力工作流里边给的是一样的 我也没去改 但是我改了哪呢 我改了这儿了啊 就是我把它的Lens 从121 它原来是121 我改成了49 因为呢 我觉得121跑起来太慢啊 的确是太慢 它不至于崩 注意我现在的计算机是16G的显存 现在我跑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我的第一感觉的是它不能用 后来呢 我就做各种尝试啊 最后呢 我发现了这个基本的问题 就是你要注意啊 如果你想让它有比较好的效果 这儿的参数是不能改的 就是必须分辨率的是1280乘704 然后呢Lens是121 但是竖的也行啊 就是YS是704 Heat是1280 也可以啊 但是必须得是这样的一个设计 最小得是这样的一个值 你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好 下边我们就看一个相对完美的跑出来的一个例子 那由于这个工作流运行的时间特别的长啊 所以说呢 我就不运行了 我们就直接看结果 大家注意啊 现在呢 我是用了1280乘704 而且是25帧 那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结果 但是它的运动呢 会比较小 那如果我们放大 大家可能能感觉出来 它的头在动 对吧 但是不是特别明显 所以说呢 我刚才说了 这个你最少啊 是121帧 才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下边呢 我们继续来优化这个工作流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比较完美的跑出来的一个效果了 提示词呢 我就是用我的综合提示词生成器 生成的提示词 那你注意现在的这个生成参数设计呢 是1280704 121 那你看生成的这个效果 是不是非常的棒啊 这个女孩拿这个花 同样是一个汉服的效果 当然我觉得 优伟达可能并没有对于东方文化做专门的训练啊 所以说它在拟合或者是表现东方人物的时候呢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完美 但是就这个效果来看 你会发现 它其实是远超我们现在的一些模型的 整个的精细程度啊 动作的表现 其实都还是相当不错的 那除了用1280乘704之外呢 其实用704乘以1280也是可以的 那下边我们来看一下 好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704乘以1280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同样会发现这个视频的表现呢 也是不错的 但这个动作稍微有点别扭啊 那这里边你注意啊 我这用的这个视频的节点不是我用的 就是它官方的这个工作流用的视频的节点 是存成了一个webp的格式啊 其实我们可能更习惯的是把它存成一个mp4的 所以说呢 你想跑一个相对完整的效果 或者相对完美的效果的话呢 这个参数值呢 不要去动它啊 一旦你动了之后呢 要么就是画面不清楚 要么就是动效不够 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那这是我们对它普通的生成视频的一个测试 那下面呢 我们再测量个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到啊 现在呢 这个是一个自动驾驶的例子 那我想模拟一个第一人称的自动驾驶 让它行驶在公路上面 两边呢 有非常漂亮的护杨链 这就是我提示词的一些关键性的元素 大家会发现的整体的表现呢 也是非常棒的 这个其实有点像模拟物理事件的一个意思啊 因为比较贴近这个自动驾驶 所以说 比如说这个模型的长处呢 并不在于它能不能够生成一个非常漂亮的人物 而是在于它能不能非常好的模拟现实事件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点 而这个呢 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物镜头的效果啊 就是镜头上移 然后出现这个人物 通过这呢 我们能发现一些问题啊 注意它这个嘴在这儿是有一些变形的 大家可能能感觉出来 注意它这个嘴的位置 对吧 那整体的表现到后边还是不错的啊 这就是我们做的一些基本的测试 然后关于物理方面的测试呢 其实我并没有找到特别好的场景 我大概测了几个 大家感觉一下 看是不是符合你的预期 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玻璃杯啊 然后碎掉的一个场景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提示词写的有问题啊 就是我想让这个玻璃杯 然后掉到地上摔碎 但是呢 它在空中就碎了 而且呢 有一个爆炸的一个情况 总体上来看 我觉得有点夸张 你说它遵循这种 现实世界的一些物理特性吗 或者物理规律吗 我觉得也不好说 但是呢 这个只能说感觉上还比较像 那大家再来看这个 这个呢 其实我想模拟一个融化的场景啊 就是我想说明有一个美女的蜡像 然后它在不断的融化 这个表现呢 还是挺好的 你注意整个融化的效果 我觉得呢 能够反映一些物理的规律啊 和它的表现 那再来看这个啊 这个就很简单了 这个就是一个皮球的弹跳的过程 当一个皮球落在地上之后呢 它会去发生弹跳 那我们大概能发现一些问题啊 第一个就是皮球呢 的确有变形 对吧 第二个就是影子呢 也会根据这个皮球的弹跳呢 也发生变化 是比较细致的 但是这个弹跳的规律不好说 那你说它是不是应该越跳越低 对吧 但是我们会发现啊 它一开始跳的比较低 然后中间呢 其实又开始跳的比较高 然后又变得比较低 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弹跳的表面的 这个文章是做到了 但是可能细致的去深究 那这个它是不是符合物理学 这个我就不好去评判了 我也不知道我对这种叫所谓的 基础的世界模型的理解 是不是到位啊 就所谓的符合物理系统 是不是就是这个概念 还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解读 因为我不是专业人士 我也不清楚啊 我们只能说 从我们看到的情况来讲呢 这个模型的表现呢 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那我们会发现啊 第一个呢 就是一个模型是很慢的 那如果你的显存比较小的话 你大概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不用非得去试 另外呢 它的确呢 是可以生成我们普通的视频的 而且呢 质量也是比较高的 另外呢 它可以去模拟 现实世界的一些物理特性 这就是你掌握它的三个层面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聊这么多 大家呢 可以自己去试一下 关注我 做一个懂爱的人